2012年台北最嗨跨年晚会 31日晚会前大嘴巴进行彩排 只是当天低温加设下着萌萌细雨 但大嘴巴在舞台上依旧带领舞群又唱又跳 走遍全场熟悉舞台 今晚大嘴巴将会带来 喇蛇已经新歌流感与歌迷一起狂欢 因为大嘴巴已经两年没有在台湾跨年 所以成员纷纷表示今年的跨年会特别兴奋 很开心因为就是我们去年跟前年都没有在台湾跨年 都在国外 这等于是只有第一 上一次跨年是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这一次可以再跟大家跨年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兴奋 大嘴巴的新专辑 一直因为队员陆续发生特殊状况而言后 说到明年新计划 陈云士林表现出惊慌失措 而怀秋泽回应 计划不如变化 只是希望三月新专辑能顺利发行 不会再让歌迷等空 大嘴巴的新计划 欸我还没想 我还没想 我想好的时候我一定会就是跟 跟那 但你们有你们想好了吗 你们想好可以先讲 大嘴巴的新计划 对大嘴巴的新计划 计划因为感不上变化啊 万一哪一天 对啊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关心我们新专辑 走到哪里都会被问啊 然后就是 我记得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是 人家问我们说新专辑什么时候 我们就说 哦 暑假暑假 暑假是去年的暑假 然后又问我们 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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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是 哦年底前哦年底前哦 哎哎哎过年前哦过年前 大家觉得我们在就是你知道 就是骗人 但是就是 我们真的有在做 我们真的有在做 然后真的很希望就是明年三月可以 就是发行新专辑 然后让大家就是 听到新的歌曲 跟新的不一样的表演